这里是我们眼前的苟且 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小镇Emmendingen Emmendingen是一个安静的德国小镇 也是我们在德国落脚并慢慢爱上的美丽地方 虽然不是重要枢纽 这里的火车站也总能目睹 最真实的悲欢离合或热烈或落寞 人流给小镇带来火力 也带来一些忙碌和疲惫 但慢慢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们 很是懂得休息 走在这样的城市街道 你也很容易学会什么叫做生活 而不只是活着 城市花园几乎是每个欧洲小镇必备的设施 比邻黑森林 我们的城市花园 内容丰富 花园的主人 也并不局限于这里的居民 也有路过的客人 这里是高堡 是艾曼丁恩最著名的文化古迹 城堡最早落成于900多年前 后因战争遭到焚毁 沿着古老的台阶走在斑驳的城墙下 微风仿佛带来了硝烟的味道 当然 那也可能是葡萄架下 微醺的错觉 又或者 也夹杂了其他什么不可名状的风味 黑森林的环保 让来到艾曼丁恩的朋友 多了很多徒步的选择 在森林深处 人们像孩子一样 对一切周遭充满了好奇 穷之欲 被无限激发 就这样散步 然后把光装进心里 带回家 同样 源自黑森林的艾曼丁河 从这里经过 河水会在暴风雨后风盈 也会在风河日历时干涸 像极了我们正在经历的 起伏 温生 艾曼丁河的流过 给这片土地带来勃勃生机 也变换出神秘的色彩 以及和朋友相处的机会 说到朋友 马是德国人非常重要的朋友 他们彼此信任 彼此依赖 这里的人们喜欢运动 追求刺激 自信 而洒脱 当然 他们的安静和严谨 也并不是装出来的 这从德国小镇标配的 城市图书馆就能看出来 阅读 是他们在幼儿园里 养成的习惯 从幼儿园开始养成的习惯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 外事不求人自己动手 比如 列购物清单 买打折商品 要永远对自己的生活 有所规划 这就是我想要带你们感受的 德国小镇 还有在小镇上 生活着的人们 以及 他们平平淡淡 简单快乐的日子 感谢观看